哈嘍大家好,欢迎到YA Diary 大概从今年初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就很希望可以在家里面营造出那种 比较舒压的气氛 因此就开始物色看看 有没有比较适合的居家香氛产品 那结果啊,我在网络搜索的时候 发现他就推荐了我一个还蛮有趣的小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那就是这一个 霍香石香氛手作组 那这个啊,和我们之前有做过那个 龟枣土肥店啊 是同一家品牌出品的 我想说,上次做起来感觉蛮简单的 这一次呢,就不如买回来试试看 所以把它带回家啦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哪一些素材吧 首先,看到产品DM 还有可爱的元素周期表 以及产品的说明和教学 那这一卷是黑色缎带 然后呢,可以看到这个模具 有三种形状 那这一包非常明显 有洒出来的呢,就是三色专用色料啦 以及纸杯三个 还有小小两杯 活性碳粉一小盒 以及好几张的磨砂纸门 最后是主要的素材 扩箱时专用的石膏粉 和几根搅拌棒 好的,那我们看完了这个材料包内容之后呢 现在就立刻来开始动手做吧 先将模具平放 然后把一包石膏粉倒入到纸杯当中 倒入85毫升的水 搅拌均匀 可以加入喜欢的颜色5-10滴 这边呢,有一些小切 像是呢,想要调出灰色或黑色 可以加入活性碳粉 但是要小心哦,会有黑色粉成沾染 那还有啊,如果想要扩箱时的味道更持久的话 可以在这里选择加入精油10滴 把调好的内容物倒入到模具里面 大约是七八分满 轻轻的把模具敲打桌面挤下 冷静放置12个小时之后就会硬化了 接下来把扩箱片取出 再硬干个半天 大致上就可以全干了哦 这边要注意一下 如果气候潮湿 可以再多花一点时间硬干 等完全干燥之后呢 使用磨砂纸磨平 再用湿布擦拭就完成啦 那顺序要注意 先使用粗砂纸 再使用细砂纸 干燥后的颜色呢 会比较显 是正常现象哦 基本上已经完成啦 那实际上最后的成品 比倒进去的时候颜色啊 保回度稍微降低了一点点 不过颜色呢 还是很温润可爱耶 三个不同形状的模具 做出来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那这个组合包啊 其实还有送三个不一样的香味精油 你可以从里面 选自己喜欢的味道 那如果本来就有习惯 使用精油的话 也可以递进去哦 天使要挂在车里面 还是要放在家中 都是精美 又具有个人特色的DIY小物 如果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试试看 把他录一点花絮 但好像也没什么花絮可以录 抱歉 没什么花絮可以录的抱歉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DIY手作尝试啦 我个人觉得他的成果 我还蛮满意的耶 不晓得各位会不会想要试试看 做一些扩香片呢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影片或是IG留言告诉我们哦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 拜拜